馬來西亞有一架小型飛機 說飛行四十分鐘之後 準備降落前突然發生意外 他直接墜落在高速公路上 造成了巨大的火球 還有迅撞雲 殘骸到處都是 還撞到一輛機車跟一輛汽車 造成了十個人不幸罹難 車子在路上駕駛 突然一道猛烈火焰 從右邊噴出 十七號下午 馬來西亞一架小型飛機 發生意外 醉毀在雪藍俄州的一條高速公路上 路上到處都是被火燒過的黑色痕跡 時事飛機還在燃燒冒出黑煙 滿地都是機身的碎片和零件 從行車記錄器可以看到 飛機倾斜高速撞上地面 瞬間引起爆炸 殘骸飛箭 燒出一團巨大火球和迅撞雲 非常駭人 這台飛機從北部的蘭卡威機場起飛 四十分鐘後獲得 蘇邦機場塔台的降落許可 結果沒來得及降落 三分鐘後塔台就發現 不遠處冒出濃煙 才知道飛機出了意外 飛機上的六名乘客 大部分是政治人物 其中包括一名州議員佐哈里 六名乘客 兩名機主人員 以及飛機墜落時撞到的 一名機車騎士和一名汽車駕駛 總共十人全數罹難 嚴重事故也引來 馬來西亞元首抵達墜機現場 向家屬致哀時還忍不住落淚 墜機引起的大火 將罹難者都燒成礁石 目前還有兩名死者的身份 無法鑑定 空難調查小組還在尋找黑盒子 要釐清這起事故的原因 記者綜合報導 南美洲的國家哥倫比亞 在當地的時間 禮拜四下午12點多 發生了一起強震規模6.1 那居民都嚇到逃竄了 那麼華麗的這個國會石雕 也因為強震 居然從高處就這樣掉下來了 所以新消息 我們連線給 國際中心記者李令函 好的主播可以看到 天花板上的燈具全都在搖晃 現場警報聲響起 人們全都跑出屋外 南美洲國家哥倫比亞 於當地時間周四下午12點多 發生了規模6.1的地震 居民恐花紛紛逃到街上 當地市長甚至表示 有一名婦女因為逃生不慎 從十樓高的窗戶摔了出去 墜樓身亡 而哥倫比亞國會也通報損失 可以看到天花板上的華麗石雕 因為地震的關係被陣落 調到了下方的桌上 所幸無人受傷 哥倫比亞民房單位就指出了 在首都東南方的卡爾瓦里奧市 因為窗戶受損全市進行疏散 而鄰近的維拉維新西奧 則發生了山崩 地震發生之後 人們跑上街頭 但幾分鐘之後又發生了余震 當地地質機構就估計 第二次的地震規模為5.6 接著又發生了規模4.8的余震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況 交還給彭尼主播 從內地の今年各國的地震規模 交還給彭尼主播 觀眾編得正式達成人 2014年 互相對 旨上花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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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上花貴